一色域 伯仲道术 冠练群 这是在谈这个世家太子 他在这个 童子 这是年轻的时候 视线算计 就算术 算术 就包括这个 文学方面的 文艺 这个射箭 骑马射箭 样样精通 包括当时在印度有96种外道 他们的这个学说 他都非常清楚 目前在印度还有流传的一本书叫奥义书有没有听过 奥义书也是非常有名的 印度的这个 所谓的 他们的 宗教的书 当时世家太子 希达多 对这些 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对贯念群众 贯念群众 群集 他就要说 他是一个 无私自通的那种 就是一个天才恶乏 就是天才恶乏 我们看这个八十六月 这个 道俗 第五行这里 第五行 第六行 第六行下面这个 礼乐 摄欲书记 礼乐六月这里 菩萨 无一不识无私自通的 菩萨无一不识无私自通的 他自己的嘛 要把钱盖好 你要改 你要饿了 什么都会 可说是什么 是为了神同天才 而且呢 用什么 广博 通达 我们东进 也有一个大师级人物也是这样 东进 道安 道安法 是 他一本经 一本书 他是不是教给他 他三天全部背起来 读完 还背起来 还可以怎么样 讲给你教练 天才恶乏 所以这个佛教的精英 当然是 从他小时候就可以 他这个字 当然啦 有人说这个作力环头 这么 这个傻乎乎的 有个人看到他特异 那边要讲说 这狗千老子上 不在哪里开 这都是很少 这是很特殊的 这是术士 这俗诗也修了 这一段这减 女性的这好乏人的 当然 为什么我们不学向世尊这样的 像道安法是这样的 广学多文 不是要广学多文 广学要广学多文 好 我说了 而且对95种外道的道述 对其所修所真 都借着重可分析利弊 比较得失 抉择刻火 抉择刻火 不但如此 同时对于当时圣行的 四废头18种 一群的典籍 都能贯通他的意语 念到他的作用 以现在来说 菩萨童年便是一个什么 科学 哲学 天文 地理 政治 经济 乃至 依谱 心象的 通家 佛事 万能 简单说的万能 真的是一个万能 天文 地理 政治 经济 通通都会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法治也 即将要被塑成全方位的 我前不久去参加过 我们这个基金长老的 这个 路纹高临 老人家一再的呼吁我们年轻的法师 现在的年轻法师 不是只是会修行打坐劣机就好 他要怎么样 要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 丛林 你看什么 三刀六腿 这个 基本的 徒家的基本功夫要会 敲打唱练 还要怎么样 办活动 现在以前活动 你看我们就回到一些 一些活动 还要 学术的论文发表 还要跟这个 这个外国的法治 这个做这个宗教的交流 通通都会 这真的是 不减半了 不减半了 所以 当时世尊 包括这个天伦地理 正是通通都要进通 代表他什么 和一般的不一样 和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天才有道 觉得凸显是 好 那下一段 由于以后援 讲武施力 现处宫中 修裂之间 这是 谈的纳七下 西达罗 纳七 前两句是说 纳七前的事 后两句是说 纳七活的事 由于后援 讲武施力 当时这个 这是一段的这个 公案故事 当时是 讲武艺 这个 这个 菩萨 当时这个菩萨 年纪长大以后 父王 想要为他什么 娶亲 有灵果 这隔壁 有这个国王 这个纸杖 其余 就是耶稣陀罗 端正无比 父王 即是国师前往的 求亲 纸杖就说 既能过人 使得以我女婚妻 要的是什么 要武艺高强的 那个全方位的这个 这个人才 他才要把他的女儿 耶稣婆婆嫁给他 于是父王就什么 就招国内的年轻人 青年 供给城后 市场就比赛 这比赛呢 共襄比赛 五百世子当中 到最后两个 决 决定胜负的是哪两位 一个就是谁 其他哥 另外一位 挑打 挑打不知道 挑打就是 专门在搞不好 一般拿到 那一个名叫做挑打 这两个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提摩达多 到最后都怎样 常常跟这个西达多做比 他最好都要唱 对 他有这样的一段 也有跟堂帝嘛 所以当时 提摩达多 提摩达多 然后来了这两位 但是到最后还是有四个 因为胜利丑了 他的武艺啊 东东东都会打 前不久我记得 我看过一部这个卡通 卡通的这个 这个动画 有一段就谈到这个 四尊这个 出身 我看这一段 笔文的 你看不知道哪一个出版色的 这个这个 卡通 那他的做得完精彩的 你没有就提到 又有 又谈到这方面 那我们换过来 就到最后还是由 这个 西达多太子 罚得圣仇 然后就取了这个耶稣托罗 就耶稣托罗 那后面这两段 他提到了 菩萨呢 八十八一这里 菩萨九段贪赖 虎有淫欲 随顺是法 四线纳欺 这是四线纳欺 以诸财女呢 住于空中 不明的那 现处空中 社会之间 这是过着男女 饮食的生活 那这里为什么 他必须要再提到呢 这个 我们这个中国儒家有说过来 食 社 性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因 这个 人生长在这个世间 能够正性命者 为食色性 这是一般 各位讲 我应该很清楚 以前 大家人家说 拍拼人 你拍拼人 为了什么 古沙灯 对吧 变世变世也是为了古沙灯 古沙灯那是为了古家灯 古沙灯 食色性 是一个延续生命的一个什么 主要的一个动力 但是 修行呢 他就不是 在这里 他是什么 以残月为时 不是以食色 所以一个 在 修道上 他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什么 就分水 分水 当时 西达多呢 在视线在人间 他也 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 取识 就像我们如家所谈的 在《鹿园经》里面呢 他也谈到 下来 淫月乃众生之正性 淫月乃众生之正性 一切众生皆以淫月而正性命 饮食乃众生之注淫 一切众生皆以饮食而得存活 那原经得这么寒 那为什么这样 这是世间一般就这样 一般 世界就这样 但世人莫不如此 那菩萨寄生人间 必须释现随同仁法 其实 如涅槃君说 如来非是杂食生 而是金刚不坏生 何有社会之欲呢 是君子丧情 作怀不乱 旷久经沉洁 断贪屈哀的补处不散 在他来说 富贵荣华 恩爱团圆 都是人爱 过眼灵烟 弄患泡眼而已 他就是一种事情 他是一种事情 但是 这个 后面他这里有提到 刚刚 怎么看 有人就问 那麽罗霍罗从哪里来 罗霍罗 罗霍罗 大概是希达多瑟 对吧 罗霍罗 希达多巴 他就回答了 这个 可分了两方面来说 一个是如法华经 安乐行品 所说的 不分别是男是女 不得诸法 不知不见 世民安乐行 假如你在修行上 人家 不知是男是女 那这个傻乎乎的 世间差别像都不了解 那是不行的 不得诸法 不知不见 这些呢 顺利安乐行 这就是 在佛华经里面 佛华经第14品里面 安乐行品里面就谈到这方面 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些什么欲望 不就还很错 当然有名的罗斯大师 我们这个范利大师 但是啊 修末罗斯 他也真心接受过国王 赠送十位美女给他 他照搬全收 照搬全收 为什么当时青王会贡养美女给他 因为当时最好的贡养不是怎么金灵财宝 当时最好的贡养是什么 美女 修末罗斯他真是接受了 他接受之后呢 他在礼命中之后 他叫见他的弟子 假如你们要学我一样 他就有几个工 他那个 钉子嘛 钉嘛 就这样 就纯在钉 钉在钉 他就跟他的弟子 你们有像我这样的公益 那你们也可以接受十位美女的贡养 心不懒卓 他心有心不懒卓 就是 心老多太子视线娶妻下 那当时当然这个 娶妻也当时靖范王 但靖范王也蛮有关系 当时 他一听到说他有可能会出家 他很担心嘛 他这个孤儿子 就跟到时候王会要传给谁 对不对 所以很早就为他准备 要娶妻的 没有没有到座 再来也是视线 也在告诉着我们 希达多当时这样 经过之后 他也是不懒卓 大家设尊者也是 在佛教的大弟子里面 很多位 有这样的欺利 但是什么 心不懒卓的 到最后还是解脱 大家设尊者也是 他是被迫怎么样 娶妻的 但是他干太太是什么 躺 同一件房间 但是没躺同一件 到最后两个都是出家 而且大家设尊者 到最后还是一个托罗姓第一人 而且是后来 接法的第一人 意思是这样 他有这个世尊的一个弟弟 叫做烂妥 他长得也很壮 他有一个太太也长得很漂亮 有一天 世尊 回到他的王宫 去找他那些弟弟 那些弟弟 大家看过了 都过去出家 一天他就去找烂妥 烂妥就跟着 跟着这个 这个世尊走着 不知不觉的 这个世尊就走到这个 这个子祖里 这个祖里金色 就跟着出家 他本来很爱他的太太 到最后还是出家 他本来很爱他太太 然后甚至就用神通嘛 把他的 把他带到哪里 天上 天上这五百天女 他一看 哇 这些天女都比他太太还漂亮 大概就变不赫啊 哇 哪样来着这天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又 又用 世界神 又把他带到哪里 带到地域 他看到 爸 在那里 都拍到那狗 他就 问世尊 别人 造成 带到哪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